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财物面前 我们显示了这两种生命 两种选择 一个由圣神推动 一个由欲欲 自私所推动 生命成功或失败就在于此 两者都是为世界和耶稣 你决定和这些财物的关系 因此耶稣如此重视 我们什么时候说一个人很成功呢? 为世界来说 一个人活着时 拥有很多东西 当他死时 他很富有 富有 投行 金钱 很多证书 这个是个成功的人 因为他获得很多 从耶稣的公开生活开始 他说成功的生命是什么呢? 他用了有福的这个词 即是恭喜 你善用了生命 耶稣要说的第一句话 恰恰就是 贫穷的人士有福的 你决定到生命的最后一无所有 因为爱 你放弃了一切 他又立刻补充说 富有的人士有和的 你们在生命的最后拥有很多财物 因为你没有和有需要的兄弟姐妹分享 你将属于天主的东西留给自己 为耶稣来说 世界认为的成功的人是失败的 这里有两种生命 然后耶稣又回到主题 我们几星期以前已经听过的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你们要提防 远离 彼尼尼尔 这个词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总是 渴望得到更多 为你自己团职 这个和耶稣提议的灵修生活恰恰相反 圣神没有让你开门得更多 让你团职 而是让你将这些财物送出去 在第十二章三十三节 他说 便卖你们的所有施舍给人 为自己预备永不破坏的前浪 即是在天上取了不尽的宝藏 那里道策无法走近 从注也不会咬坏 交出所有 在第十四章三十三节 就在我们这段福音之前 耶稣清楚地说 如果不舍弃自己拥有的一切 你们谁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的生命提议 在后面的章节里面 耶稣将回到这个主题 因为他很重要 选择决定生命的成败 即是如何管理世物 当主人到达的时候 你将告诉他 你遵守了所有的戒命 耶稣将告诉你 你仍然缺少一羊 便万你的所有 并施舍给穷人 第十六章开始 哼哼就是今天福音的比喻 让我们听听 耶稣有对门徒门说 有一个才主 他有个管家 被人揭发 揮略主人的钱财 他就叫来打管家说 我怎么听说你有这种事情 把你经受的帐目交出来 因为你不能再当我的管家了 我们听到这个比喻 不是说给每个人的 而是说给门徒的 耶稣不期待 每个人都明白 并接受他有关管理世上财物的提议 他知道外邦人将继续按照市场定律买卖 他告诉门徒们 因为如果他们支持耶稣的提议 他们就能明白他们将会获得成功 认识基督是门徒的财富 在比喻中 两个人物立刻进入这个场景 财主和管家 在以色列 在耶稣的时代 在耶稣的时代 大财主很普遍 在以色列 有三大平原 沿着地中海的 Saran平原 得以灌溉非常肥肥 还有从地中海到约旦河的 Estarong平原 第三个是 纳赞纳西部的 Megiddo平原 这些平原 不属于窮的农民 他们属于 不住在以色列的财主 他们住在帝国的大城市 阿力山大 阿弗所 安提药基雅 管理这些财产的人 是管家 为了明白比喻 我们必须记住 财主和管家之间的关系 管家和财主 就是他的所得 有一个合约 他得到的多余的 就是留给自己 那些是他的佣金 确实 这些安排 让他们洗花招 托词 欺诈 偽造当日的账单 就如 若失夫等的 历史学家们证明 事实上 这些管理人 不择手段 他们唯一的兴趣 就是尽可能 赚多点钱 他们立刻 澄清一下 他们代表哪个 哪个是老板 是天主 这个需要考虑的首要真理 因为如果一个人陷入错觉认为 有些东西不是天主的 而是我们的 所有的问题 就会出现 如果我们觉得 我们是某事物的主人 我们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标准去使用它 这些东西 让我们缩回到自己 买卖 丰富自己 团职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 可以 商榷的物品 但如果他们是天主的 他们就必须 被送到 接受者那里 这个要紧记 在心的首要真理 这个模式是天主 就如圣明第二十四篇第一节中说 大地和其中的万物属于常主 世界和其间的居民属于常主 在出谷记中 当梅室站在法老面前 因为那里有无忧子的邪恶 梅室对法老说 当我举起手 冰泊要停止 因为你必须明白 你不是土地的主人 土地不是你的 土地属于常主 在出谷记第十九章 当天主对他的子民说 我选择了你们 因为土地是我的 这个门徒必须接受的真理 因为由此真理 才会产生管理财物的正确行为 在格林多前书第四章 圣保禄对那些 骄傲于自己能力的团体 承认说 你有什么不是领袖的呢? 既然是领袖的 为什么你云夸耀 好象不是领袖的呢? 在第某德前书第六章中说 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 我们发现 一切都以为我们准备好了 因为天主愿意他的子女 拥有过体面生活的所需 同样我们也不能从这个世界带走什么 然后他继续以大智慧理论说 只要我们有吃有穿 就当知足 因为如果我们开始急于团职 我们就陷于无尽的麻烦中 第二个人物是管家 他必须接受他不能够管理财产了 按照他自己的标准 他必须考虑按照主人的意愿 这些财物最后要去哪里 他必须考虑到某个时候 他得对自己的管理事务有个交代 因为我们都是朝圣者 陌生人和旅客 但不是闲逛的人 我们要达到目标 在我们旅程中 属于我们的土地 是我们脚下的土地 当我们向前走一步 那个土地就属于人家的了 所以 怎样管理这些财文呢? 百多六前书第四章 谈到人是一个管家 他对已经明白的门徒这样说 所以他说 就如好的管家 各人应依照自己所领受的神恩 服侍有需要的弟兄 革林多前书第四章 这些职位就要结束 因为他们已经传给其他人 他们不再是你的 你必须想象 你必须想象你的将来 你的新生活 这个是耶稣唯一想要我们记住 如果我们不记住 管理职务会结束 将我们的生命 将我们的生命 投入到 团职财物上的诱惑 将是不可抵挡的 管家现在明白 管家职务已经被剥夺了 他必须考虑 他必须考虑 他未来的生活 他知道离开了这个职位 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怎样在未来的生活中 获得成功呢 让我们听听 比喻中的管家 打算怎样做 管家心理想 主人要切我管家的职务了 我该怎么办 挖地吧 我没有力气 土饭吧 我又害羞 我知道该做什么了 即使我被切职 也会有人愿意收留我 在比喻的第二部分 我们听到管家的独白 他明白 他不能够再管你了 他必须想想未来 他的新生活 他问自己应该怎么做 为了意识到生命的过渡期 这个人每个基督徒 必须问自己的问题 即是某个时刻 管理权被剥夺了 你要问自己 如果我必须准备 开始新生活 如果我计划我的将来 我要做些什么 如果你不想将来 你肯定不会明智的行动 因为你没有想到 一个不可否认的真理 生命是有始有终 问你自己这个问题 以我的能力 社会地位 我的专业技能 我将做些什么 如果我考虑我的未来 准备我的新生活 我要用我的学位 做些什么 因为所有这些事都会过去 即使我的头痫 在某个时刻 也都一文不值 所以我将会做些什么呢 农夫评估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 第一 核地 他立刻排除了 因为他知道 他的工人的工作 他见过他们的工作 他毫不犹豫地剥夺了他们 他对自己说 无论他怎样工作 都不能够养活自己 所以 没用 你一个可能性 就是乞食 但他说 我常常都要没有扬威 每个人都向我鞠躬 我不能够让人看见我乞食 他不断摇头 他想到他还有佣金 老板不知道他跟农夫收的过分的佣金 主人已经开心 田地已经归还给他了 但他不知道 这个管家可以收取佣金 他想 我可以收佣金 但钱会贬值 也都会被偷走 我有油和墨子 我可以放在谷仓里面的墨子 但如果我不立刻将它卖了 当下雨的时候 他就会发毛 没有人会再去买这些东西 这些物品靠不住 继续思考 某个时刻 他突然有个灵感 脑里面亮了一下 我知道该怎么做 希腊动词很好 Egnon 是一个不定时的动词 准确地表示 他的脑里面被点亮了 使他明白 必须做些什么 如果我们考虑 如何管理这些财产 考虑未来 这个我们不会 个人必须有的灵感 这个灵感是什么呢 我将靠朋友 墨子会腐坏 钱会被偷走 但朋友不会 那个就是他的卓健 我将倒注下 在交朋友上 让我们听听 他如何立刻 对他的决定 采取行动 他便把主人的债户一一叫来 问第一个说 你欠我主人多少 他回答说 一百桶油 管家对他说 拿出你的欠单 快坐下 改写五十 他又问另一个 你欠多少 他回答说 一百石墨子 管家说 拿出你的欠单 改写八十 比喻的第三摩 发生在管家的家里面 他将所有僱员都叫来 将欠单改成 他们都同意的数目 这个包括 属于雇主的部分 管家不能够动的部分 因为管理权被剥夺了 但他还有另一部分 等着他 他的佣金 农夫必须给他 他怎么做呢 为了家朋友 他放弃了自己那份 他明白 等待他的生活 因为那些财物靠不住 但朋友可以靠得住 另一个朋友 是种橄榄树的 按照计算 他一定种了一百五十棵树 他问他 你欠我主人多少 他回答 四千公升油 他大约得送三千升油 管家告诉他 你的欠单快坐下 我确定我给你的消息 如果你不坐下 你会找到 把欠单撕掉 重写一个 不是一百 而是五十 给这个种橄榄树的人 留下一千五百升油 第二个债主必须给主人交 四十吨墨子和四万公斤的谷类 管家告诉他 写成三十二 百分之二十都免了 所以他必须给 雇主交四万二千公斤的墨子 现在他给自己留了八千公斤 就如我所说的 管家已经亏损了 但他却交了朋友 他做了正确的选择 他很明智 而在路加技术 主耶稣关于这个管家 所做的决定的判断 让我们听听 主人就称赞 这个不中意的管家办事精明 人为在应付自己的世事上 世俗之指比光明之指更精明 上主夸赞这个管家的不意 哪个是管家呢? 不是主人 这是主耶稣 夸赞这个明智的管家所做的选择 耶稣说 他没有把焦点放在财物上 而是放在交朋友上 并没有说他是一个不诚实的管家 就如有些翻译宣称的 但他是一个不中意的管家 这种不中意是指什么呢? 就是耶稣就财富所吸的严厉判断 当我们管理身体的时候 我们是不中意的 后来我们将听到耶稣说不易的钱财 充满不正义的钱财 当买一个香蕉的时候 我们给了几分钱 只有百分之十的收入 归众香蕉的农民 百分之九十都在交易中损失 在我买的香蕉里面 是有不公正的 基督徒必须谨记 他不可避免这样 会经手或不正义 有牵连的钱财 他不应该害怕 这是一个事实 但他可以在正义面前 恢复所有未善用的财物 管家明智地行动 不是狡猾 他没有抢夺雇主 他损失的是自己的部分 耶稣说这是好的选择 你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你把赌注投在朋友上 你已经明白在未来的生活中 财富靠不住 但朋友能靠得住 接下来是打断这个故事的 耶稣的简短反省 耶稣说 我相信是带着一些幽默 世俗之子 外帮人按照世俗来管理财物 按照市场定律来买卖 耶稣说这些人比光明之子更精明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观察这些世俗之子 当他们处理前财的时候 当他们有事业的时候 我们承认他们很精明 他们会用自己的能力 直达这个目标 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团积财富 他们做得很好 他们尽最大的努力 耶稣说光明之子也必须尽最大的努力 但与世俗之子相比 他们更脆弱 其他人尽力 然而后者在遵循福音上 却事事犹如不决 在建设新人类的路上 事事犹如不决 新人类是按照上主标准来管理财物的 耶稣音乐怎么说 在我看来 世俗之子在团积财物上 比我们团积天上的财富更积极 现在运用耶稣给门徒的比喻 所以是以为今天的我们 让我们听听他的建议 所以我告诉你们 要用不义的钱财来交结朋友 这样当钱财无用时 他们会迎接你进入永恒的家 谁在小事上忠信 在大事上也会忠信 谁在小事上不义 在大事上也不义 如果你们在世俗的不义钱财上不忠信 谁会把真正的财富托付给你们呢 如果你们在别人的钱财上不忠信 谁会把属于你们的交给你们呢 没有一个仆人能服侍两个主人 因为他若不是厌惑这个而爱哪个 就是效忠这个而忽是哪个 你们不能服侍天主又服侍钱财 今天我们听到主给我们四个建议 第一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是主用比喻传达给我们的信息的整合 他已经说过 要用不义的钱财来交结朋友 这个是使用世物的方法 结家朋友 他称之为不义的钱财 并不是说他本身的不义 而是一旦钱财被当成我们的财产 做我们喜欢做的事就变成了不义 我们开始团职 这个是个错误 将财产分发出去结家朋友 耶稣没有阻咒世俗的财物 因为藉着世物我们创造了爱 但是在团职钱财上总是有办法 贪污、剥削或侵吞 耶稣教导你正化财富 当你分发财富创造了爱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好的 即使曾有不义 有两个建议供我们反省 对照两个实相 这个世界的财富 和未来世界的财富 耶稣说要小心 因为这个世界财富不会长全 你受诱惑 认为他们是绝对的 所以将他们偶像化 这个就是危险 想想未来世界的财富 其实在这个对照当中 称这个世界的财富为不值钱的东西 它们很重要 但为未来的世界却没用 这个是邀请我们 不要将他们偶像化 不要将他们绝对化 圣安波罗削说得非常之好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不能带走财富 因为我们必须留在世上的东西 因为不属于我们 而是属于别人 因此耶稣称他们为 微不足度的东西 他们不会长全 然后耶稣说 不义的财富 我已经解释过 耶稣为什么称之为不义 因为总是有些不正义 然而耶稣称未来世界的是真财富 他说这个世界的财富 是其他人的财富 他很美 因为一切都是天主的 他将这些财富 放在我们手中 他们有领受者 他们属于其他人 如果有人让我送包括他的地址 我将他据为己有 我就是一个财 耶稣称之为其他人的财富 因为你必须将他送到目的地 属于你的是未来世界的东西 你交出的财富变成你的 我们可以将他们带到未来的世界去 主的最后一个建议 小心 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 每一个仆人能侍奉两个主人 因为他若不是厌护这个而爱那个 就是效忠这个而忽视那个 你们不能够服侍天主 又服侍前财 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朝拜两个神 并让两者达成协议 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的命令是相反的 淺对你说 我是你的主 你必须考虑我 我会给你要的一切 你问天主求奇迹 但他没有成全 然而我显了奇迹 无论你要什么 我都吸 这个假象 让你偶像化这个世界的实相 耶稣说给你知道 要明智地利用 金钱是好的 但他只是你用来交朋友 并创造了爱的一个有用的仆人 这两个主不能够共存 因为金钱告诉你 你团积剥削 如果需要 甚至可以欺骗 因为你将拥有更多的东西 天主告诉你 你的是相反的 分法 分享 家朋友 因为你已经用了天主 放在你手中的材物 给他们的生命 祝大家主日好 并有个很开心的星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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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认识